青藏高原京县神秘药蛇 能在4000米海拔的山区温泉中自在穿梭 当地牧民甚至抓来毒蛇一起泡澡 他们将毒蛇视为具有神力的象征 甚至觉得 药蛇生活过的温泉中具备神奇的药效 能够驱病消灾 保护人体健康 专家考察组不惜顶着缺氧高反的危险 亲自前往药蛇出没地区 将毒蛇带回实验室考察 这些药蛇和人类共同沐浴温泉 为啥不会伤害人类 他们真的有传言中所说的那些神奇功效吗 西藏地处我国辖区西南 这里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 而且周围都有群山环绕 深居内陆 气候干旱少雨 冬季漫长 夏季短暂 绝大多数生物都无法适应这里恶劣的自然环境 因此 高原中藏匿着大大小小的无人区 不过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 却生活着一种独特的药蛇 那些常年定居高原的本地牧民们不仅不怕 更是会与蛇共舞 和毒蛇一起泡热水澡 原来西藏地区有一片区域名为羊八井 这里的地热资源十分丰富 国家在此修建了大量的地热发电站 能用底下的热能转变成电能 是妥妥的清洁能源 不过利用这里地热能量的 除了人类之外 还有药蛇 专家顺着国道 一路开车入藏 为了探寻这些药蛇 专门来到了当地的地热区域 刚一进入 就发现这里到处都是冒着白气的场景 这就是当地特有的温泉 而药蛇又是否会在这里生活呢